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叫陈 耳东陈 家 庭的家 为 四为八德的为 是四十五年次 今年已经65岁了 是丙生年猴子的阮神 这个名字 整体上看好像还不错 其实有状况的地方是在那里 第一个是猴子耳朵背铃 我们知道老虎跟马跟龙都不喜欢耳朵背铃 猴子更厉害 更不喜欢背铃 所以他跟母亲的缘就比较大 因为母亲喜欢广大 他就不爱听 你几乎讲对了我也不愿意听 好像故意唱反调 其实不是 他跟母亲的缘分比较差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家庭的家号 我把它分成两部分 羊边是个宝盖 阴边是个猪 猪跟猴子有一个歌 猪欲猿猴是箭头 这个杀伤很重 好像这个猪好像被箭头射到一样 这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刑客 所以这边代表女性猿 她的女性猿就没有了 也表示说小人就不断了 这两个字一加起来呢 就是说女性方面 尤其是太太 母亲跟太太之间 对她都是一个杀伤力 所以这个家对她也就很不好 第三个字呢 不错 第三个字是三个部分 这是家 家其实是两个土 火 生土 她很孤狼 就是说做事情 不需要太交道 她都很足够去做 然后人很好 猴子站立为人 是人非常棒 一日 阴边呢 是批彩衣 表示这个猴 有猴王的架势 人不然要批个彩衣 那更是威风凛凛 所以她整个字里面 唯一好的是好的 第三个字 几乎没有破证 第二个 第一个是大性很好 木的生活 对不对 然后里面一个约 这个约你可以当做太阳 对猴子来讲 等于他有关鞋 也代表他可以讲 所以他是一个 智慧很高的一个人 智慧高 可是往往热脸 贴着人家冷屁股 他做 凡是人家是外姓 就是说蓝星鱼 就觉得 他这个人不错 很好 可是往往 他为人家好 别人反而嫌他 因为朱玉元侯是箭头被写了 犯了小人了 所以这个名字 过了41岁以后 他的运势才开始 一直到70岁 他今年65岁 所以也就是说 有30年的好运 目前来讲 还有5年的运势 所以对他整个人生来讲 索性后面这30年 还不错 所以 以这名字来讲 他可以创业 杨边是代表事业 这边代表科迷 杨边代表朋友 的男性元 所以他可以跟男性元合伙 闯一方事业 而且这事业也有收获 那建议就是说 他应该是 已经已婚到了65岁 所以太太的妻住就很强 所以他赚的钱 应该是可以保得住 也就是赚的钱要给太太 不要自己留在身上 因为男人的财 不叫做财 男人的财叫口福 你的口福好 钱都花掉了 所以他 钱如果你不交给太太 另外一个方法什么的 不动产 不管是投资的也好 自己住的也好 都可以 所以这个是他可以 把财产的分配 当然如果是太太 本身的福德不错 太太的名字 应该按这个名字看 太太的福气不错 可是真正要分析 还要分析到太太的名字 好与不好 才看出太太这个财 守之住守不住 可是大学则上来讲 太太财可以帮她守住 所以这是算是 还不错的一个好名字 因为他的年龄层在65岁 这个自己已经涵盖了 已经涵盖到这种情况下 他比较容易出的问题是哪里的 中间 中间是代表他的可能是心脏 也代表他的大肠消化气筒 这个两个地方比较不好 然后这边不好是所谓偏头痛 他也会有头 头会晕晕的偏头痛 所以整个看起来 这个名字算是 不错的一个名字 不错的名字 第二位朋友的是女性 姓黄 草头黄 第二个字是姿 林姿的姿 第三个字是云 五十五年 五十五年是的 今年五十五岁 是丙五年的 的女性 她的名字很可惜一点在哪里 就是第三个字的云 的阴边 马不喜欢拱脚 马喜欢单脚战利 就是像战马一样的 可以展现他的才华 所以这边一破 所有的他的 财运就没有了 福气也没有了 然后整个所有前面的好 也就是说在四十岁 可以算了 在五十岁以前 运势都不错的情况下 过了五十一岁以后 走到这个 拱脚的位置 所以他今年五十五岁 他应该有感觉 从五十一岁开始 好像做的方式都不顺利 然后子女 因为这三个代表子女 子女好像越 离他越来越远 不像以前在五十岁以前 儿女还经常回来 跟他连 连他 可是五十一岁以后 他几乎变成 他就走单身生活的感觉 夫妻的 相处也出问题 子女的缘分也出问题 所以这种名字非常可惜 就是假设他是未婚 反而这是所谓单身格 单身贵族格 因为我刚才讲 他如果说不是 如果是结婚 他五十一岁以后 也会走这个 可是如果他本身就是单身 就单身贵族 因为他第二个手非常漂亮 子底下是个蛇形 蛇跟马跟羊走三会 所以很好 那马得草而肥 所以第二个是 他的人际关系非常好 人际关系好 情路不错 可是真正走到临门一角的时候 反而容易出问题 所以说如果说他不结婚 其实也就代表意识所 他还不太容易成婚 就算成婚以后 离婚的几率也有 所以这种名字是 可惜就可惜在小小的一个拱角的地方 大兴也很好 草头嘛 对不对 田是马夏田 稍微这是什么 他还好 他的不会 我们想比较 不会想太多 比较属于稍微有点 知足常乐的那种型 他不会去跟人家争什么 这种名字对于女性来讲无所谓 他大兴还不错 第二个字也还好 第三个字羊边也很好 可是变成就是说 是比较稍微操劳了 如果他是单身 他不得不劳碌 不劳碌 他的钱才从哪里来 所以整个名字看起来 可惜 就在一个小小的拱角的位置上 那这样子被看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会让他的排便系统会出问题 然后指钩会出问题 筋骨方面会出问题 所以变成很可能就有妇女病 这个名字我的建议 是要修改的一个名字 好吗 好 今天我就讲到这边 谢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